大家好,今天给大家讲一个一群功夫高手去打篮球比赛 使出蛤蟆弓防守别人的进攻 用葵花点血手制约对手,还用擒拿手抢球 最后一招乾坤大罗一贯男赢得比赛的奇葩搞笑故事 话说咱们的男主阿杰一身坎坷 刚一出生,父母就抛弃了他 中途被一个功夫乞丐送到了武馆 为了让馆长能收下阿杰 启干拿出了一本失传已久的乾坤大罗一秘籍 安妥好阿杰之后便伏销而去 师父看着阿杰天生就是习武之才 每天都带着阿杰练功修行 天地两极之乾坤 天下万物之变动都离不开一个弃字 师父将太极和乾坤大罗一合而为一 炼成的可以让时空停顿的功夫 只可惜呀,功夫刚一炼成 师父一个不留神就被自己的寒冰神掌给冻死了 从此阿杰又成了没娘腾 没弟爱的孤儿 18年之后小杰终于长大成人 小杰最大的爱好就是去篮球场 当然不是为了打篮球 而是为了见小美 在这个世界上 只有三个女孩给过小杰爱的承诺 第一个女孩愿意为小杰而死 第二个女孩愿意等他到下辈子 想要做我的男朋友下辈子吧 还有一个愿意和小杰一起去死 看看我们可怜的小杰 自从师父去世之后 武馆就被小拳王掌管 小杰的工作就是当小拳王的人肉沙包 这也让小杰从小杰练就了舔不杀的功夫 这天小杰在路边遇到了一个眼镜疏 眼镜疏看中了小杰的摆破穿扬 丢一拉罐 答应带着小杰去赚钱 可功夫用到哪里不好 偏偏要去玩飞镖 小杰把把戳中把心 这可惹怒了酒吧的老板黑心哥 虽然小杰凭着从小练到大的拳头 徒手打败的一群小弟 可第二天小杰由于在外落室被武馆开除 从此无家可归 也罢 反正在武馆也没亲人 小杰继续回到了眼镜疏的身边 小杰不想让死去的师父失望 只想用功夫做点有意义的事情 眼镜疏再次发现小杰的摆不穿扬 用来投球 那是摆发把中 很快小杰被包装成了功夫球员 在眼镜疏的带领下去各大体育学校踢馆子 小杰根本不知道怎么打球 但是随便站在哪里都摆发把中 简直就是神射手 一下子还小有名气 这可让小美很鄙视小杰 当小杰在球馆看到了一场正规的篮球比赛之后 又找到了生命的意义 那就是打篮球 不过第一次上场 小杰就因为用力过猛 打伤了观众 自这之后 小杰虚心加入到了体校的篮球队 别人是坐车去学校 他却是追着车跑 还要练习怎么快速的运球 默默的付出总是能被人看到的 小美也渐渐喜欢上了这个认真起来 不要命的小伙 有功夫底子的小杰 很快便掌握了挂难的技巧 几场比赛下来 也成了球队的核心力量 然而好景不长 小杰球队的连练获胜 也招来了黑心哥的球队 这哪里是打球呀 简直就是打架嘛 但是比赛可没说 只能穿球服 看看这样子 对方明显 个个都会武功 小杰的队友 一个一个都被打伤 最后也知道小杰 一个人打对方五个人 结果当然是不用说了 比赛最终惨败 为了给队友报仇 小杰只能出动杀手捡呢 他可是武馆出来的 下一场比赛中 小杰直接叫来了武馆的师傅们 几个大神作证 打球赛都不带走动的 你师傅一口切花针 对方拿着球都没办法 就看怎么实力 还有长毛师傅的蛤蟆弓 对方想要挂蓝 直接守在篮板上 就看你怎么进球吧 可是总防守也不能赢的比赛 几个师傅要开始发威了 对方有五个球员 增加到了十二个 师傅们靠着其拿手 直接把对方给吊打 再加上葵花点讯手 拿一个废掉一个 最后球还没开打 对方球员都被击飞了 报仇完了之后 小杰和黑心叔达成协议 以正式比赛对决 不因为可以好好打比赛了 姜还是老的辣 黑心叔竟然把裁判都买通了 小杰刚出场就被人暗算 在球场上完全使不上力气 眼看着比赛就输了 这是小杰想起了师傅 临死前对他说的话 世界万物都是分子构成的 而乾坤大罗仪 可以扭转分子的结构 于是小杰一手乾坤大罗仪攻法 瞬间让整个球场都风云变色 在对手面前带球穿梭 如尽无人之境 所有对手都被乾坤大罗仪给冻僵 赛场也瞬间凝固 小杰也终于知道师傅死之前的感受了 结果不出意外 小杰用乾坤大罗仪打篮球 终于赢得了比赛 故事最后 小杰也找到了自己的亲生父母 过上了大少爷的生活 够富贵 不想忘小杰没事的时候 还是会陪着眼睛梳去喝喝茶 这也算是周杰伦作为主演 唯一一部电影 不管是特效还是明星阵容 都还挺不错的 喜欢喜剧电影的朋友 一定不要错过哦 每天不小电影 欢迎那就关注西瓜看电影 本次作为男员 喜剧电影大贯难